今天是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在本港出獄的一周年 亦是死者潘曉詠的母親給的最後限期 過了今日他就不會替陳同佳求情 但陳同佳方表明依然未能履行去台灣自首的承諾 理由是還未獲得簽證 協助陳同佳的香港性工會教省秘書長管皓明說 陳同佳對於回台灣自首一時一直都沒有改變想法 只是暫時未有辦法獲得簽證 所以未可以在今天起行 陳同佳對這件事都十分無奈 亦都憑望潘茫茫可以明白和理解 他又說律師團隊現在很努力地和有關部門協商簽證問題 亦都曾經大約七次致電台方單一窗口 希望可以盡快解決回台自首的入境安排 下個星期有進一步的消息會再通知傳媒 潘曉詠的母親公開表示願意做中間人 落實陳同佳赴台的安排 他說台方已經和他互相接觸 表示樂意和香港警方坐下 好好商討認證移交資料和投案的安排 現在正在等香港警方聯繫他 保安局表示 地區政府都希望事情可以盡快解決 重新解決事情的第一步 是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 有關的權力只在台方手中 只要陳同佳獲准入境 即使只是原則上批准 台方都可以經過警務聯繫渠道通知港方 雙方的警務單位可以隨即展開行動安排的研究 保安局強調 致痛投案和司法協助是兩件獨立的事 司法協助從來都不是接受投案的先決條件 香港有關私家協助的條例都不適用於台灣 特區政府無可能違反法例 又指台方以司法協助作為投案前設 完全不合理、不可行 精密的事 裁判